我拍我現在拍我 他現在拍他 我現在只有拍我 剛剛本來要亂講話 立刻 先收好 但是你多少人 六百喔 六百人喔 對六百囉 欸我真的只給你們看一眼 為什麼大家都走了 還在那邊啊 還有一些 嗨 哈囉 哈囉 好啦今天就是 也是 給大家就是一些福利 因為三隻小豬的逆襲 今天就回來了 嗯 所以 應該就是不用講任何話 大家應該知道 等一下八點要幹嘛了吧 要幹嘛 欸 不用看電視嗎 不看電視嗎 要要要 三隻小豬的逆襲 我們回來了 對 雅顏公主呢 喔大家都在找你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剛剛做了什麼 有兩個字可以講嗎 剛剛的 我們怎麼了 我今天晚上會怎麼怎麼了 可以講 我今天晚上怎麼怎麼了 可以講 但是剛剛怎麼怎麼了 不行講 那就就殺青了啦 剛剛都知道了 剛剛都講了 剛剛都講了 我想要很容易 好啦認真的 我想要很容易 你擦雷呢 好照給你 好 嗨 今天晚今天怎麼了 三隻小豬的逆襲 我們殺青了 我們今天回來了 但是就在 與此同時的剛剛 just now 大概大約 大約二十分鐘之前 我們殺青了 所以線上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開始期待後面的劇情吧 對 就是 這後面五集 我只能說太精彩了 哭了嗎 妳說哪個點 整個劇情 哭了 我怎麼能講 笑了嗎 自己看 自己看 我只能說 我很恨編劇 我很恨編劇 在最後五集的時候 這樣又那樣了 這樣就那樣 大家請老婆 這樣又那樣了 然後 對 就是 以前做的也做了 以前沒做的也做了 然後以前 沒見識過的也見識過 以前沒體會到了 也體會到了 然後 一切的一切 我只能說 就像魔法般了一樣的 出現在最後五集 跟出現在最後 剛剛五集結束的剛剛 沒錯 有沒有就是我什麼都講了 但是其實我什麼都沒講 我最喜歡這種了 不用怕劇套 對對 然後 對 好啦 謝謝粉絲們的支持 他們真的很愛你 只要有任何會中的演 也還好啊 剛剛有看到喜歡王傳一 好啦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就是雅顏很少 出現在 偶像劇裡面嗎 哪有 哪有 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了 我在演戲的時候 妳可能還在地上 我是真的邊爬邊爬 沒有 開玩笑的 有一個非常好的光 那就用這個光 跟大家就是 甘心地說一下 因為 剛剛還沒訪到 我的殺青感言 不如就現在線上說一下 對對對 就是 殺青了 真的是小說的逆襲 就像我剛說的 就像魔法班一般的出現 也像魔法班一樣的結束 很高興我們 曾經參與在這個魔法班的世界裡面 就是 就是 朱家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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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比真正自己家人還要輕的存在 就是 一個人怎麼了 全家人都會 全家人都會 有感 然後 一個眼神 就可以讓全世界的人崩潰 嗯 所以 最後五集希望 能夠繼續帶給大家 歡笑 嗯 可能會有點難過 也可能會有一點感動 但是 那全都是我們 累積下來的東西 所以希望 最後五集 雖然有點短 但是其實 能夠繼續陪著大家 我們 很開心 好 我覺得 對我們真的殺青了 然後 很複雜的情緒 很複雜 有好多話想講 但是其實在此時此刻說不出口 我們就交給一個 表達能力比較好的 表達能力比較好的人 你真的哭了 沒有 哈哈 你明明就有 哈哈哈哈 因為你剛說我們真的殺青了 那一刻是真的 突然 嗯 我們殺青了耶 我們殺青了 我們殺青了 不行 你就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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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 真正的 Amanda 飾演著雅琪的 Amanda 其實 有很多 對不對 對 你就出來吧 就出來吧 別人我們都是在搞笑 但是其實 大家感情很好 因為很好 所以 就突然有一點捨不得 嗯 對 然後 就是 怎麼那麼突然 因為剛剛前面是 我們都過了 就換你 然後你前面要一直撐著 撐著 狗秀給大家看 你知道 對不對 然後現在換你 然後 雅琪真的很棒 對不對 謝謝大家 我看看大家說什麼 嗯 等一下記得一定要 辛苦大家辛苦 收看我們最後五集 有沒有講一下你的殺青感言 因為我剛剛一直阻止他開始感性 就是他只要一開始要感性 我就打斷他瘋狂搞笑 就是想要留到最後 其實因為剛剛也真的還沒有感覺 因為剛剛還其實還在拍的空大 所以剛剛你沒看到我你沒感覺是不是 就是還好 我看到你們真的是百轉千回 有你在走的時候 你一路上 然後你們就給我哈哈笑 氣服我 好笑啊 我們還在那個歡樂的情緒裡 但是剛剛 突然欸 剛剛也是 就是我們在樓上冰冰冰冰冰冰 換衣服都還沒有感覺 然後突然大家一個一個這樣 掰掰掰掰 下次見 掰掰 就是 嗯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會有殺青酒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下次是什麼時候見 對 對 我們以前 殺青的都還說 喔殺青酒見 就今天的一種 說再見 你是不知道 小編是怎麼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真的 在 就是真的 散了 你不知道 就殺青了 對 對 對 你要想我們 昨天 棚內殺青 是以後不會再回到那個地方 嗯 以後就沒有那個地方 對 對 然後今天 殺青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大家 你平常都會說什麼明天見 對 活殺青酒見 對 沒有 沒有 但我相信 嗯 大家一定還會再遇到 在不同的 的作品 但是那個時候就會是一個平行的時空 對 所以其實剛剛 我不能講剛剛拍什麼戲對不對 可以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因為發現妝髮不一樣 然後就是妝 妝容比較精緻 然後你 整個大紅衝 都出來了 還不知道 就是那個 那什麼 你的 有在職場 有脫衣中心 然後帶畫這樣 然後帶小孩 對啊 應該大家都猜 不是因為他早上本來是太樸素 我真的覺得不行 不行 就最後一場殺青戲了 大家要很精湛的來 看著彼此 對 要給一個最漂亮的 對 所以今天他的衣服我挑的 今天他的妝也是我指定的 就是你要來這個 控制力很強啊 就是你要來 我祖總 你要來這個特殊的場合 你必須 比我還得體 你是願意讓我比你還得體的 當然要啊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 給大家看到不一樣 以往 有超脫於以往角色的東西 然後 剛剛其實我們拍的是婚禮的戲 對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來了 就是你所能看到 你想看到的所有演員 就是都來了 然後 當你看著大家 站成兩排 然後你緩步向前 這些曾經跟你很熟悉的人 都在你旁邊 都在你的眼前 然後你緩緩的從他們面前 走過去的時候 雖然他們是笑著的 可是那個感覺是 我還能夠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 這個速度看著你 然後笑著 這樣的妝人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沒有那個時候 秀傳再見面 就是已經是不同時空了 對 對 但是我就是 我覺得 就是很開心的是 這是一個有魔力的劇組 這是一群有 有魔力的演員們 就是 我們湊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氛圍 真的 對 我們在那裡感受很深 然後觀眾說 還好啊 哪裡啊 沒有 沒有他們一定感受得到 因為 平常我 因為這個劇好看 就是因為每一個演員的默契 夠 然後 才會烘托出 你不管你是家裡的戲 或者是你是職場 來說掰掰 職場跟每一個人 欸 欸 你不是 欸 你來吧 他連夜坐飛機回來 沒有啦 晚上八點 你看他穿得跟我們不一樣嗎 對啊 因為剛剛換掉 那我也要 連夜從高雄坐飛機回來 對對對 來說掰掰嗎 你要講你的殺天感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幹嘛突然這樣說掉 因為我先來拍照 拍照 拍照可以拍照拍照 我們就很free啊 但是沒有人家先講的 沒有哭不能離開這個房間 你先講你的 沒有哭不能離開這個房間 你沒有哭嗎 我沒有啊 那你放到中間 不能離開啊 我沒有離開 我就是待下來 我就是要待下來 那我先拍張照 而且我很喜歡弄哭 嗯 別弄不大家用 耶 耶 耶 你必須講很感性的殺天感言 感性喔 你要很感性的 你要哭喔 你看我看到 我看到我還能不能再哭一波 來就換 就到你了 我剛剛 我剛剛這樣子都那個不行了 我立法院看了兩次 你這是告白 哈哈哈哈 殺天感言 不是告白 我只會告白 所以不好意思 好說立法院很好看 所以我看了兩次 愛你 謝謝 啊 好在這關你角色 你還是有些殺天感言 欸他就 他預告 那一場 嗯 預告可以說吧 預告那一場 我也哭了 喔你看預告就哭了嗎 什麼 你是說你看劇本很感動嗎 我看劇本很感動 我跟小路的分別 他有剪到預告 對對對 的那一場 我看劇本的時候我就哭了 真的喔 我覺得那一段寫得好好 欸大家應該可以打開了吧 那一段真的我也覺得很感動 那一段寫得好好 大家一定要看 好像明天吧 嗯 明天 明天或明天或火火天 嗯 對 就是他 他的關係有一個 很奇妙的轉換 對 嗯 好 那你講你講你講 沒哭我不能出去 對啊 我哭在劇情裡 我覺得我們要稱讚一下方宜 因為我們其實跟方宜的戲很少 但是其實我覺得方宜一站出來 他有一個 啊我要哭了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的位置跟氣場跟分量 在整個劇裡面 八點手多 哈哈 在 沒關係喔 其實我們可以看九點也是有 不行 沒有啦 八點 八點 先把電視開起來 先把電視開起來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方宜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不管對小諾 可能他的祖先在小諾 可是其實他對整個劇 他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他在逆襲這件事情 其實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轉變 然後 在表演上面也是 我覺得他有一個安定的氣息 他有一個安定的氣質 我真的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 謝謝 我也想要有一個姊姊 喔我以前我姊姊 對不起我姊 哈哈 我怕我姊姊傻眼 等一下 豬小童這樣 因為方宜在這個角色 最想要的就是主家人啊 嗯 就是會很想要有一個家庭 所以每次在家裡的戲的時候都會 我最喜歡的戲就是家裡大家一起吃飯 那個 因為我們都吃真的 我們沒有在吃家 嗯 我們是吃真的 然後在那一場戲的時候 我覺得也很建立方宜的角色 就是方宜很喜歡家人的感覺 所以 對小諾就是要跟他很難過 嗯 對 我能講 你不要忍啊 不行忍都殺青了 對啊都殺青了 我們見面是什麼時候 我們三個女生站在這邊 在一個鏡頭裡面 哪會是什麼時候 沒打結鏡 沒關係啊 對啊 你看看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很有分量的存在 雖然我們叫三隻小竹的密集 雖然他可能在講所謂主家人的故事 但是我覺得 主家人就是因為很無助 所以需要身邊這些人給我們的力量 就是 雅琪 有雅琪的 就是 存在感在那邊 對小童 他在 小童可能一無所有的時候 他可能是 唯一一個對他說實話的 哈哈 沒錯 對 然後 當沒有人願意跟他搞笑的時候 只有Amanda會跟我搞笑 當我一想一堆有的沒有東西的時候 只有他願意接我 只有他願意 而且我接得到 對 對 對 然後他就是 去遊散職場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想他 嗯 哈哈 一天到晚去送咖啡 對 哈哈 又 對不起他在境外告白啦 對對對 對對對 成功有哭了 成功有哭了 哭了 他 他 謝謝你今天來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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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 會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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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也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然後直播店 趕快開電視 雖然還只有六百多人 哈哈哈哈 雅琪的咖啡 你知道我跟你講 這必須要 我好很多料 我可以幫我七十 我可以一直開直播 開始不跟大家講很多料 其實雅琪的咖啡 並沒有 並沒有那麼多次 其實只有一次 本來的劇本 對 其實只有一次 而且就是他只是來送一杯而已 然後 我就自己加了詞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雖然當總經理 我雖然當總經理 但是我不快樂 所以 唯一看到比較輕鬆的人 是雅琪 所以我跟她講說 你沒事的時候 就常常來送咖啡吧 隨便去聽進去了 她就讓她一次 我才常常可以去送咖啡 一次又一次來送咖啡 然後每天都說 她不小心 就傷到你的眼睛 對 抱歉 很傷 抱歉 所以就是 就是她會有一個 本來沒有設定的東西 但是 她卻一直存在 嗯 那就是因為我們願意相信 這份情感 好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晚上八點 今天晚上八點 最後五集 五集 最後五集 最後五集 我跟你講 有毒 哈哈 有沒有 有毒 是不是 有毒 有毒 小心服用 好的 再見 謝謝囉 拜拜